连接元朗至深圳蛇口的深港西部通道将会在7月通车 工程大致完成 明天更加会举行公益金百万行 给市民率先踏足这条新桥 跨境运输业界都期望 西部通道通车之后 可以舒缓目前口岸的制塞 王旭期报道 西部通道大桥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 现在仍然做了一些后期的装置工程 例如为联检大楼安装过关的设备 新口岸每日可以处理近6万架次的车辆 当中包括300班直通巴士的配额 其中100班是新增格 另外200班会从其他口岸调配过来 直通巴士公司希望 新的口岸开通之后 可以解决过关制塞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票价 已经比内地的巴士便宜很多 例如中山 我们现在在香港上的中山 只要68元 现在在内地如果是深圳上的中山 要75元 为什么我们这么便宜也没什么人回答呢 原因是因为我们完全受制在关口的制塞的问题 新口岸的开通除了方便跨境客运之外 运货去蛇口 虎门和东莞等地的距离也缩短 货运时间可以快至少半个小时 不过货运成本就未必可以下降 很多人有一个错觉 就觉得这些口岸24小时 就自不宜可以走多几转 其实就不是的 因为我们中港物楼业 是有时要配合内地海关的工作时间 海关就不是24小时运作的 我们也要就它办公时间去工作 如果它下班呢 当你不可以在那里清关的时候 那那部车就不能走的 货贵运输业计划 近年中港两地将过关程序电子化 减低了以往要排队等过关的时间 相信西部通道启用之后 他们多了一个口岸选择 可以进一步改善排队等候的情况 全长5.5公里的西部通道 是连接香港和深圳的 第四条跨境行车通道 7月通车 新口岸会实施一地两检 到时过关只需要下车一次接受检查 过关程序将会大大简化 亚洲电视记者在黄都旗布道